哈喽,大家好,我是Garry,Garry 那么在今天早上,应该说是昨天晚上吧 新西兰时间是今天早上凌晨三点钟打到一场比赛 也就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第二场的四域赛的这个比赛 那么中国队呢,以0比1的比分呢,小负给日本队 那么赛后呢,很多这个球迷啊,包括媒体呢 都纷纷呢,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大多数呢,都是以赞扬中国队,赞扬离铁啊 为这个主流的一个这个声音 但是我在看了全场比赛之后呢 我可以说对中国队呢,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不满意的 那么唯一可以赞赏的呢 那么中国队今天表现出来的防守啊 以及他的精神面貌呢 确实和第一场对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 确实是好了许多 勉强可以说今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 叫做输球啊,但是不输人 那么起码呢,把自己的位置呢 是终于呢,摆正确了啊 果然没有跟日本队打这个对攻啊 是主动辩阵啊 以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容呢 去应对日本队这个强大的这个进攻 其实在比赛前10到20分钟呢 中国队在防守端呢 应该不算说是遭受太大的这个冲击 那么中国队在防守端的表现还是OK的 但只是没有任何的进攻啊 日本队这届比赛非常的奇怪 在第一场输给阿曼之后呢 看到日本队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些这个问题的 由于许多这个球员呢都是这个欧旅的球员 在回到国家队之后呢 这个默契啊 与队友之间的默契状态呢 确实是比较差劲的 要不是九宝坚英的这种穿针引线呢 那么日本队实际上在前场啊 是没有一个核心轴的 九宝坚英在这个中间偏右的位置呢 也是把日本队呢给踢活了 实际上整场比赛下来啊 除了这个伊东纯野 九宝坚英等等这几个球员之外呢 日本队其他的球员呢 不算有太多的这个亮点 感觉就像啊 日本队就布置着一两个核心球员啊 为中心的一个简单的一些战术 那么去闯关 那么试图呢 能够轻松的战胜中国队 但实际上在场面上来看呢 虽然日本队的控球啊 是远远超过于我们啊 七成多的这个控球 但是你说日本队有没有很好的机会吗 除了上半场啊 进球那个不算啊 打到门注那球打得非常漂亮之外呢 实际上全场下来呢 日本队没有更多的比较有威胁的这种进攻啊 这或者说是打门 中国队这边呢 在60分钟主动 换人之后呢 我们能看到阿兰跟洛国富啊 是憋着一肚子这个怨气啊 他们的战役是毋庸置疑的啊 野牛呢 一上场呢 就发挥着自己这个身体好冲击力强的这个优点啊 平平的对日本队的球员呢 做出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冲击 当然了也是早早的拿到一张黄牌 让到他在后面的一些防守的球当中呢 也是不敢的太过于的去做动作 阿兰那边呢 也是非常的心急如焚啊 在一个被对方侵犯之后呢 应该说是腰部落地啊 也是非常的难受啊 那么裁判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觉得阿兰背身落地啊 这个腰椎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难受啊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伤 马上呢 就挥手叫中国队的对一进场 而阿兰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赶紧挥手要对一先回去啊 当然了一旦对一进场呢 球员们呢 必须要回到场边 然后呢 再跟裁判示意方可再回到比赛场当中 可以说在60分钟换了人之后呢 中国队的整个面貌呢 就稍有改变了 冲击力更强了 那么一度呢 让日本队无所适从啊 但是日本队毕竟还是强队啊 很快呢 就适应了中国队这个 一连番的这个冲击 当然不管阿兰跟路国富有多拼命啊 始终是没有办法跟 艾克森、吴磊前场的球员呢 能做出一个有效的这个连线 甚至一度中国队丢弃了中场啊 只在后面的位置呢 大脚长传 中国队的问题呢 是非常的明显的 跟日本队的差距呢 远远哈 大于一个球啊 至少三到四个球 要不是日本队人员不整啊 状态不佳 中国队今天肯定还要输的更多 每当呢 我们背身拿球的时候呢 对方呢 总有三到四名的球员呢 在局部呢 围堵我们 让我们无法转身 无法出球啊 这个也是多年以来的 中国队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特别是在亚洲区的一些重要的比赛当中啊 对方只要一夹我们呢 我们就显得办法不多了 相反在我们同样的方法对待日本队球员的时候呢 日本队总可以三爬两驳呢 把球呢 成功的突围 把球传出去 这个就能看到我们实际上有这个 最根本上的这个差距 那么就是基本功啊 以及这个球感 那么看到丢球这边呢 实际上完生超啊 这个我觉得呢 离铁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一直呢 把高准翼呢 死死的 连大名单都没进啊 实际上高准翼的状态 以他的能力呢 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感觉他的效果啊 他的身体呢 一定会比王生超要强 王生超不单只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亮点 也没有任何的助攻啊 防守端就先不讲了啊 呃 表现的就那回事 但是在进攻方面 助攻方面 向前的这个能力呢 还是比较差 往前再说一下 左路哈 韦世豪 也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拿到啊 实际上韦世豪对于反击来说呢 他确实是一个能够过人 能够有速度 能够有跑位的一名年轻球员呢 可以为中国队在反击的过程中呢 提供更多的这种打法 那么从而呢 可以跟艾克森与吴磊呢 在左路这边呢 形成一些连线 中国队如果只仅仅通过中路呢 那看来还是比较困难呀 根本就没有办法把球呢串联到前场 如果我们看到阿曼哈 中国队的表现实际上比阿曼还是要差哈 从这个场面来看呢 阿曼队呢 在对日本队的时候呢 打得更加的果断 更加的强硬 更加的硬朗 这是中国队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一些精神面貌哈 当然了身体上面感觉阿曼球员的身体呢 也要比中国队的球员要强壮 尹洪博跟晋晋到呢 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亮点哈 毫无建树 可以说是在中国队现在中场这个问题还是相当的大的 呃看到吴 吴锡啊 作为一个队长呢 实在是感觉年龄也有点偏大哈 也没有办法表现出自己在上一届 哈 试欲赛打出来的一些状态 以这个核心轴的这个感觉 实际上中国队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大哥对不对 呃 你说以前有政治啊 有告灵啊 现在呢 能找一个能出来讲话的呢 都没有哈 浩俊敏虽然说是老球员 常常呢 被由于体力的问题呢 压在这个替补席上 那么在替补上场之后呢 感觉的话也不多 那么唯一如果我要在中国队选一个老大哥的话呢 可能只能选王大雷了 其实大雷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这种大赛的 我不是说严峻林表现不行 但在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关键场势当中呢 呃 王大雷呢 有可能给中国队能带来一些不错的这个变化 起码呢 他可以在后面喊一下哈 作为一个中国队的老大哥 而且他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手抛球 以及开球门球的传球 非常精准的这个技术呢 也是可以给中国队呢 在打防守反击的时候呢 提供一些更直接的这个通道 当然要离铁放弃严峻林 好像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这个依据呢 能说服大家的球迷哈 那么纵观全场呢 中国队的传球成功率呢 仅仅有可怜的59%啊 全场只打了40门 零重矿 中国队在这一届的12强赛当中呢 还没有打中过对方的门框啊 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低落啊 尽管各大的球迷还是称赞中国队 我觉得中国队虽然输了一球啊 可能我对中国队稍微有点麻木了 这场比赛我敢说不上有特别多的这个感情在里面 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觉 觉得中国队呢实际上能做得更好啊 打的方法啊进攻的手段啊防反的这个套路呢 应该比表现出来的要更多 这么才可以在这个12强赛这个舞台 跟这个亚洲强队呢可以较一下劲 好了不管怎样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只能展望我们下一场比赛打得更好 中国队后场中场前场三条线怎么用更有效啊 更有效更直接的方法去串联起来呢 我觉得是在今后12强赛余下的8场比赛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如果李铁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很有希望的能够渐入佳境的 好了那么今天无论如何就先给大家收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是Gary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